三澳門大力約進高速三處時代 三澳門特約天氣報告 各位,歡迎收看由三澳門特約的天氣報告 現在就由我跟大家講一講 今天9月26日的天氣 今天的天氣學二大節天成 三澳濕度介乎41至78之間 氣溫介乎攝氏26至34度之間 最輕微至和緩的偏北方 今天的空氣質量指數介乎15至41 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家 預測一下明天的空氣質量指數 旅邊監測站及高密度住宅區 就是70至100 空氣質量水平屬於普通 而一般性監測站就是70至100 空氣質量水平屬於普通 對了,Bobby說明天的天氣將會是比較酷熱的 看看衛星雲圖 遇到龍舟住中國大陸的一度反氣船 將會持續影響本澳的天氣 現在就看看未來幾天的天氣情況 預測明天的天氣將會是酷熱天成 末期的雲量就會逐漸增加 還會有煙霞 下午至到晚間會有驟雨 還可能會有雷暴 氣溫將會在街浮溼至27至34度之間 初溫和至和緩 有時清新的北至東北風 星期一大致會是多雲間中會有驟雨 雨勢有時還會頗大 還可能會有雷暴 氣溫在街浮溼至26至30度之間 星期二比較多雲會有驟雨 雨勢有時也會頗大 可能還會有雷暴 氣溫將會在街浮溼至25至28度之間 而星期三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 氣溫將會在街浮溼至25至29度之間 看看中國各大城市的天氣情況 北京有雨14至24度 上海多雲23至28度 台北多雲27至33度 廣門多雲26至33度 廣州天程27至35度 而在亞洲各大城市方面 首爾天程16至26度 東京多雲20至27度 馬尼拉有雨25至30度 曼谷有雷暴24至33度 新加坡有雷暴25至32度 瓦加達有雨23至33度 看看美國大城市的天氣預測 好,今天的天氣報告完畢了,再見 掰掰